在一個衝高氣爽的島城 8號小市長候選人張宣靈 正為了小市長的證件煩惱者 我到底應該提出什麼證件 才能得到學弟妹的認同呢 這時候一個重要人物出現了 宣靈宣靈 不要再鼓勞了 校長介紹的名學 跟她們說對了 張宣靈照著大長的指示 來到了一間奇怪的醫院 健身健移關心你的這股心肝痛 這股心肝痛就是療癒 等一下醫生 我是來看病的 我是要問你西門國家 怎麼變得更好 那是有幾款的問題 車價空白空白 空氣空空白空白 我不要打電話啦 拜託現在就告訴我 好 我告訴你 有一次我去西門國小 棒賽 本座的女型座 還有我要用手腕拼拼 我知道了 讓每天廁所都有衛生紙就好啦 醫生 謝謝 接著我剛才的一種要走 一面走來兩隻奇怪的野狼 吃飯了 你知道西門國小怎麼走嗎 你要去西門國小幹嘛呀 我肚子餓了 聽說西門國小有跳蚤市場喔 但是跳蚤市場沒有吃的呀 沒關係 現場一定有很多人 我最想吃的喜羊羊也會去喔 嗯 喔 那趕快走吧 我記得西門國小好像在 在 虎頭山上吧 我們去走走看吧 還好 灰太郎很笨 嗯 看來 我應該把西門國小的跳蚤市場 改成園遊會 有食物給他們吃 大家就不會被灰太郎吃掉 接著張生林 走呀走 突然遇到了一個神秘的阿伯 滾阿伯 創集團 不打蚤市場 大家好 我是五胱南北 五胱南北 五胱南北 你可不可以給我建議 讓西門國小便更好 真是太簡單 阿伯 你們只要 阿伯 你怎麼了 開心啦 我只要聽到音樂 就會不自覺地跳舞啦 我剛剛是說 你們只要多放一些流行音樂就好了 啊 我想到了 在早上和中午都放一些流行音樂 謝謝阿伯 阿伯 救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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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經有三個鎮艦的當森林 來到了一片大草原 突然間 已經特別的中午看到飛過來了 阿伯 你是Angry Bird嗎 你可不可以給我建議啊 你說什麼我聽不懂啊 阿伯 你是希望西冷國小每間教室做的檔台電腦 讓大家都可以玩Angry Bird嗎 阿伯 如果想到西冷國小 在校門口遇到一個熟悉的生命 阿伯 你是希望西冷國小每間教室做的檔台電腦 讓大家都可以玩Angry Bird嗎 最後 當中午我們回到了西冷國小 在校門口遇到一個熟悉的聲音 都可以保護 下次不可以再犯啊 好 西門國小指教是太小了 如果有任何地方可以讓大家活動 那該有多好 啊 就是這裡 把活動中心在三分之間 可以幫助大家玩不就好了嗎 就這樣 張宣林終於找到了 影響莊的小市長政見 如果張宣林能夠放選 我們將網易實現我們的政見 並吸收對手好的意見 讓西門國小能夠越來越棒 請大家支持八號張宣林 給我們一個為大家服務的機會